今天我们来参加质地友商不负期待荣威第七的交车仪式 那这款车其实在它的全国上市发布会的时候 我就对这款车的外观真的是情有独钟 那确实这款车因为它采用一个纯电的 还有一个DMH超级混动的车型 两种版本 当时我说其实我觉得它的这种超级混动车型 可能我会更喜欢一些 那这款车你知道它虽然说厂家说是 它的最长续航动达到1400公里 但是前段时间它经过实测竟然能达到1704公里 由此可想你用一箱油你能跑出1700多公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不是就觉得它超级的划算呢 那这款车到底好与不好呢 今天我们也来采访一下车主 看一下车主怎么说 刚才我看到您就拿到了荣威的优惠的版例 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可以 很好 当时的时候您的教授部门专不专业 您说一下他们的服务怎么样 服务很满意 从我进店开始到我提车 都是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无畏不着的关怀 老师您好 您买的是荣威D7DMH是吧 是出于什么原因您会选择这款车呢 主要看着它哪一点 第一点就是坐舱太舒适了 挺智能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续航 满油满电1000多公里 家用开很合适 您目前您试过一项油最长能跑多长时间 还没有加过油呢 我刚买钢体车 钢体 对还没加油 一直用斩 我看还有续航 还有300多公里 那您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现在跑了500多 就是从买回去就一直没加过油 一直没加过油呢 咱们都知道你刚买的新车呢 它的油给的都是特别少的 但是这位车车已经跑了500多公里 但是续航还显示有300多公里 你想想给那么一点点油 就相当于咱们传统燃油车的一箱油了 确实达到了它这种超级续航的 标准 那这位车主呢 也说了人家这款车 坐舱也是特别的舒服 所以说荣威第七 经过车主的自己亲自测试呢 那人家发现这款车是真香啊 而且呢 现在还有个限时优惠 你看这位车主呢 之前已经买过这台车了 但是现在呢 又给他退回了妥妥的整整9000元啊 这个补差价补的真的是真心实意啊 那现在呢 荣威第七 它现在有个限时优惠价是10万9800 你就说10万9800这个价格 让你的续航能够达到1700多公里 你觉得这款车到底值不值呢 我让你去做了一碰 我让你去做了一碰 如果这次创丼的就要去之后 给你去做出一碰